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满中华民国越野吉普车运动协会向水利署第四河川局申请演训 却有近百辆越野吉普车涌入膝床来回奔驰 不但影响生态还压死不少小鱼 质疑是假眼鏈争玩乐 是污蔑 他们是因为图恶人私人的利益 这些人在里面从事非法的移业行为 让他们的某些方面损失 那些的出所当中是他们自己身材工序 中华民国越野吉普车协会理事长透过电话澄清 当天近60部吉普车及30多部越野机车 都是单人进入不是西家带卷河来玩乐之说 强调为了政府救灾体系外提供更激动的救援 也希望外界不要误会 水利署说协会确实有申请演讯 一切合乎规定 针对部落社区质疑会派员了解 如果真有与申请内容不符 会进行开发检讨 三星吴昆宇南投报导 三星吴昆宇南投报导